准备战斗 准备战斗 狗腿子们 你们来晚了一步 打 才这个不见不见 我 喂 黄总 签签电话 喂 灯月 吃上饺子了吗 吃上了 结结实实的大肉馅 展报 今天上午 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鹰 在凉水洞里去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 是沿着道路过来 大摇大胆一点准备也没有 我们也就没客气 在凉水洞这一块给他吃了个饱 我们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符文 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灯月 吃得饱就好 我要通点加强你们 报告 彭总 我四十军一二零师 也和南朝鲜军那边打起来了 对手是南朝鲜军的第一师 第一师 这是敌人的王牌师 战况怎么样 一二零师打得很勇猛 已经将南朝鲜军第一师 押在了云山城北的东南山一带 敌人师寸步难尽 好吧 好啊 这样 让一二零师再顶几天 我们要在云山这儿 吃个肉馅包子 好 当然 东南山也不能漏掉啊 传我的命令 命令刚刚结束战斗的一一八十 配合一二零师 拿下文警 然后北上 歼灭敌人的 第六师的第七团 是 敌人这个 跑得还真快 彭总啊 我们打得是不是太急了一点 一二零师跟南朝鲜军这一接火 如果不能全部吃掉这股敌人的话 很有可能暴露我们自己 这带 这口袋扎得是急了点 但是没办法呀 事不我带 给毛主席发报 告诉我们首战的胜利 一二零师和一一八十 打得漂亮 另外哪要告诉毛主席 敌人的这个坦克呀 还有汽车 跑得太快了 我们要想一举 歼灭敌人的两到三个时 还是很困难的 也很难保密 所以呢 现在开始我们决定 以军和示威单位 分别歼灭一个团到两个团 争取第一次战役呢 利用 数次的战斗机会 累计歼灭敌人 一到两个市 好 马上起草电文 是 西线打起来 东线的敌人哪 一定回北京去接应 所以呀 这个黄曹岭啊 不仅要抢占 而且要守住 死守 东线现在四十二军怎么样 冯总 四十二军的先头营 已经有一个团长率领 已经占据了 黄曹岭高地的有力位置 强在了敌人前面 这个仗打对了 我就说过这个吴瑞琳的 他不愧是个老虎 漂亮 主席 西线四十军一一八十 在凉水洞 打的伏击站是个大劫啊 而东线呢 在黄曹岭的阻击站 也在同一天打响 敌人的进攻 被完全打退了 好 两线开红花 勾结胜利果 十月二十五号 可以载入史册了 这是我军跨过牙禄江之后的 第一场胜利 我看可以把这个日子啊 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纪念日 主席的这个想法好啊 彭总在电报里还说 一次聚见敌人两个师不容易 这饭是不是可以一口一口地吃 这个方针是对的 第一次战役 就是要打歼灭战 可以分成大小几个战斗进行 然后再逐步扩大战果 马上服电彭老总 同意关于小部巨舰敌人的计划 另外 三十八军 三十九军 四十军和五十军 我们也得具体部署 就是要先扫荡南朝线军 熟悉环境 建立信心 然后再进攻美英军 主席 还有一件事 一旦开打 我们的目标就暴露了 是不是索性公开出兵的事情 先不要公开 你也要提醒一下彭老总 暂时不要发表作战新闻 等战役告一段落之后再说 对待敌人 能迷惑一阵是一阵 一旦暴露 大法就变了 好 我去曹你电报 好 好 好 总统 总统 我看你享受你的鞋 什么 总统 我必须再报告 我们的智能服务部 已经取得了信息 大约中国的军队 已经进入南韩国 总统 这会更糟糕 Willoughby 这些利用的南韩国人 不能成为南韩国人 所以他们会设计 一个中国的军队 我明白吗 如果我没有回到 他们会设计 他们会认为他们 能够得更多的地方 他们会认为 我们现在有更多的 智能让 最后的军队 有充足的军队 在尔中和尔中 尔中尔中 尤中尔中尔 尤中尔中尔 最后的军队 在尔中和尔中尔中 在尔中尔中尔 尔中尔 尔中尔 最后两个军队 现在的军事官方向南韩西 两个军事啊 Willoughby 两个军事 你知道为什么我从West Point graduated 到最高的学校 我最高的学生 因为我没有信息和解决 只有我认识 因此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很成功 我曾经说过,我再说一遍 中国共产党不敢来 如果他们会来,这就会是肯定的 约长,我批识你,你不要太肯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地休息半个小时 喝水吃东西 是 来了 来 太阳 拿过来的 路上眼睛放亮点 是 我们现在在这儿 穿过这片林子 看见这条路就到了 多大了 虚岁二十 不过 我可是个老兵了 谢谢排长 请进 请进 别开箱 让他们过去 咱们的任务 是侦察 别接卫生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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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任你把頭裏打住,你把頭裏打住! 你什麼? 你什麼? 什麼? 你什麼? 你作弄什么呀 快打 这专家就叫我那边 都没事了 没事 把他抬走 没事吧 听得懂中国话吗 一定对 我们是中国军队 知道了吧 毛主席的部队 对 学校 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 我叫郑瑞 是兵侦察兵 你怎么回事 我也是侦察兵 是游击队的 我叫朴蓉恩 我到西传阵查情报的时候 被他们抓了 你来到什么情况了 西传的首军 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整个阵地分成三个层次 保险保 一起发报 是 等居住报告 这个出负情报 是 你 怎么回事 排长你这 快看看能不能用 是 你小子啊 你是个报复员 发暴机就是你的命 我让你留着 抛出来干什么 我真想踹死你 对不起 排长 我是真的不知道 行了 你现在立刻 远路法会 向军部报告 那你们呢 我们去西传 亲自验证情报的真伪 要是路上发线发暴机 会向军部发报的 赶紧的 别默契 出发 是 这样吧 我来带路 我知道一条劲道 你的身体还行吗 没问题 都是皮外伤 是 王严寶 带着他 最快让速度回去 是 走了 这美军哪 继续分东西两线并进 正好 给我们提供了 穿插分割的机会 敌人现在在明处 我们在暗处 第一次跟他们照面吗 就采用正面埋伏 两翼穿插 先打他个晕头转向 我们和毛主席的想法 是不谋而合 就好像每天 都跟我们在一起一样 所有的事情 都事先商量好了一下 那疼人 恨不得一天 不停地给我发电报 战场上哪个团在哪儿 那就清清楚楚啊 这主席也太操心了吧 又不是 刘秉书 你赶紧在胡说什么呢 我是说 毛主席操劳太多 怕影响他身体健康 我一定要努力工作 才对得其他老人家 这还差不多 我告诉你 以后首长说话的时候 茶嘴没问题 官兵平等嘛 但是说的毛主席 还是要郑重一些 毛主席 能是你随便唠叨的吗 是 我明白了 小张 到 去吧 睡 好 冯总 给梁兴出发电报 告诉他 拿不下西川 前面的仗打得再漂亮 那都是白搭 是 冯总 从目前的行军速度来看 三十八军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地形并不利于隐蔽 他们得 见缝插针 只要美军飞机一来 他们马上就得躲 从目前进度来看 三十八军已经拼命了 显出 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你在替三十八军梁兴出 打马虎眼吗 不安 梁大阳 他自己耽误的时间 他就该自己找回来 这三十八军的电报 还是要明确 注意白天行军的安全和保密 注意白天行军的安全和保密 不然 仪式部队要遭受损失 再有可能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 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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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梁 已经给彭总回电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防空 美军的飞机一来 咱们就隐蔽 飞机一走 咱们就赶紧跑 一定要保证暗示拿下西村 好啊 修计们是点事 碰中老念叨他们 搞得咱三十八军跟新兵连似的 真是一点面子也没有啊 我说梁大牙呀 梁大牙 我看你不是牙大呀 你是嘴硬 眼看着时间有可能被抢回来 这说话都带底气了 老伙计 还是您了解我 不是啊 我在想 可以让前卫113士 向外吧 抓紧提速 如果主力部队实在不能按时赶到 就让他们先行发起进攻 拒去南朝鲜军那一个营 让江朝这小子包他们个饺子 应该不成问题 我绝对也没什么问题 队长 政委 怎么了 包什么 报告 队长 政委 刚才来电 从西川撤退下来的人民军那里 得到了最新情况 住手在西川的 不止一个南朝鲜的营 还有美国的一个黑人团 消息可靠吗 人民军是刚刚会退下来的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老伙计 你怎么看 我倾向于将军 不过败兵之际 往往容易产生流言 必须验证 如果西川真的有美军的一个团 那我们就要改变策略 美国人的一个团 要抢过南朝鲜军的十个营案 我议 先头部队不可冒进 要注意隐蔽前进 悄悄进入作战位置 同时要组织侦察力量 加强情报工作 让他们等待我军主力 全部到位 并完成对地包围后 再发起全面进攻 一定要确保守战毕竭 同意 周三国 到 立刻发电给致司 向彭总汇报这个情况 是 咱们派到西川的侦察兵 还没有消息吗 这个时间 郑主任应该已经到西川了 我接着联系他 持续呼叫 直到联系上为止 让他们看看 在西川到底有没有 美国人的黑人团 这一点应该好判断 是 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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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口 班里 团队 班长 他们害死了吗 敌人要跑 别不成了欧阳宝 他们到了没有 我们干脆 就按照有黑人团的打法 来准备 如果没有黑人团 我们拿下西川 岂不是更容易 我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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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既然毕竟凶成决议 那我们就按照 有黑人团来准备 而且啊 不管它是黑人团 还是白人团 咱们来朝鲜 打的就是美国佬 大家看 剩下的任务嘛 那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呢 在西川作战 并且在西川呢 吸引南朝鲜军的 第六十和第八十来增援 来个巨舰战 三十八军的梁大牙 现在到哪儿了 距离西川还有六十公里 关于他们来电 询问的黑人团 我已经明确答复 没有任何证据 让他们不要受影响 这个梁大牙呀 就是给自己穿了小鞋 本来走得就艰难 现在又起人忧天 什么黑人团 他是要耽误大事的 彭总 咱们围点打员 放在西川有点够不着 能不能考虑 放到云山去打 现在四十军本身 就在温景一带 可以让他们 把南朝鲜军的三个师 吸引到 田水洞和龙普洞一带 这样三十八军和三十九军 就可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我们争取一口 就吃掉它两个屎 冯总 我同意邓副司令的想法 我想说说我的意见 说 四十军的主力 应该在白龙洞和九豆洞一带 坚决阻止来犯温景的敌人 吸引敌军主力 以待我军主力家军 三十八军攻打西川 攻克之后 向天水洞以南包巢 切断敌人的后路 三十九军 向云山西北和以南集结 配合三十八军 向龙普洞加军 这样安排我算我 时间合适 好 就这么盯了 时间距离都合适 这场战役的关键嘛 那就是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三个军 都要到达指定位置 并完成战开 谁要是耽误了战机 我要谁的脑袋 再次向各军明确 必须严格执行命令 不得有误 是 但我 给毛主席发报 这次呢 关键是三军的配合 尤其是三十八军非常重要 好 我马上落实 报告 封总 三十八军来电说 他们已经向西川派出了侦察员 去验证那里 是否真有黑人团 这个梁大呀 磨磨蹭蹭 犹犹豫豫豫的 给他回电 命令三十八军 按原句话 迅速攻占西川 并且大胆地 向天水洞方向推进 一物战机 我饶不了他 是 由于我们缺乏中心 所以 报告 侦察员回来报告 西川只有南朝衍军一个营 敌人要跑 什么 快 命令全军 悬速前进 别让西川的敌人给跑了 是 容真同志 你告诉彭老总 他们的计划很好 只要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一个师 能够切断敌人青川江后路 其他各军能够穿插到位 实行分割兼敌 则胜利是有把握的 确实行分割兼敌人 买不搭 ряд 断叙 担心 Bond 音乐 老杨 老杨 吃点儿吧 你们吃吧 我不饿 一天一夜低米未尽了 你不饿也得吃点 拿着 总共才见地一百多人 没法向彭总交代啊 账啊 才刚刚开始 汪洋补熬 还来得及 找他们 到 命令全军 悬速开往云山方向 是 船长 正尾 船长 正尾快点 正尾在西川城外 救了一名人民军同志 电台被打坏了 只能派报复员 跑步回去报告 所以给耽误 人民军同志 救下来了吗 救下来了 正尾 这事呢 不能完全怪你 是军部听到了 黑人团的传门 产生的故隆 但是如果你的情报 及时的话 我们是可以打消 这个顾虑的 该处分的 就得处分 不然怎么延命军纪啊 是 军部决定 撤销你侦察派 排上职务 调老崔石斑 好好反省反省 崔石斑 我不去 我要上战场 我一定会战死 拿着 打个ペ趾虑 看 看 你收场讨价还价 你了 走 走吧 让三十九军 务必要等到三十八军 抵达指定位置以后 才可以发动进攻 命令三十八军 要抛弃一切杂念 趁着黑夜 强行军 以最快的速度 向球场 院里 军医里 西安州方向停进 切断 青川江以北 一人的退路 三十八军的动作越快 对全局的作用就越大 是 孟总 三十八军发来了战情报告 但西川防保孙 hun多只 für 确实不应该 我都抵达他 我和郑尹 可恻有因地 双子 还不放松 港官 scan 正拼命往云山看呢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案 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彤总 包围云山的三十九军 早就缠着二二脚了 就等着三十八军过来 离间口袋 他们一起一口吃掉 南朝前的敌尸 战机烧冬即逝啊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 一步跟不上 他步步跟不上啊 万一云山这个敌人 和西川的守敌一样 简势不妙跑了 那就前攻击击了 命令 三十八军 用最快的速度 给我抢占军一礼 揭穿 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是 彤总 现在四十军虽然在温景 已经打响了 陆朝作战的第一枪 但是从我们截获的 敌人的情报来判断 敌人现在依然以为 我们是几千人的小谷部队 在跟他们小打小闹 所以 敌人在明处 我们在暗处 这个优势 还在 把我忙二十几万大军 当成几千人打 同志们啊 这样的好机会 只有一次啊 如果这次 不能全减敌人的话 那么我们就等于 对不起 这次的机会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它是不值得的, 那仍然是在香港的共产党中导致, 它是很可能 那仍然是在香港的共产党中导致 去南韩国际抗争抗争 Willoughby General Walker, 我们是完全知道 中国共产党有很大的关系 与南韩国际 我们没有疑问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角落 但是我认为总统 未来有五千人的交流 我们账, Walker 你明白吗? 我们账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不在监督 他们不在沿上的尼寸 他们在沿上的尼寸 我们的账战是确定的 我开始问为什么他们还没发现 什么差异 我们怕的传统 我们不怕的传统 你忽然 你忽然 继续向南 越来越快 越快越快 是的 约翰 看这肥肉不能扑上去吃 真是着急啊 助手的鸭子飞不了 咱们的战士啊 已经摸清楚了南朝显军的实力 什么南朝显王牌第一师 也就是那么回事 很想让王牌对王牌 结果是杀鸡又牛刀 镜长 云山的资料找着了 你看 云山位于朝鲜北部 它有通往东北的云温公路 通往西北的云昌公路 西南是云宁公路 东南是云伯公路 北有三滩川 东有温田川 西有龙兴江 南有九冬江 整个城区周围群山环绕 山顶密林覆盖 山谷河流纵横 看来云山 是个重要的教统书女华 你看 把这都在国后 最新品牌 都在这里 都在那里 走 你把它站住 讨厌 这一倍 我 在这边 还有 我们 是不是有些人? 是他们的 他们是他们的 以前在南部的军艺船 他们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军 他们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军 但是,美巴巴将军 是中国军是 永远能迫迫害的军 他们在中国军的军 你一定要加油 你一定快要回答 是的 你一定会在海洋北部的海洋 是有很多部队的海洋 他们是非常争烦的队 我们会不准备 攻击不能够 一定会有一定的 刘邦 我必須提醒你 是的 Pak Sun Yub's 1st Division is not that weak. We've destroyed North Korea's main force. Who else could have attacked them? I must say that I trust General MacArthur's judgm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no reason or guts to send their troops. I will go find General MacArthur. He just left up for Tokyo. Well,we have already lost On Jong and Hoi Cheon. And we are halted at Unsan. Damn!Is Kim Il-sung's resistance that strong? Since the South Korean army cannot get through,I command that the 1st Cavalry Division proceed to Unsan immediately. Let our tanks destroy the last of Kim Il-sung's resistance. Yes, sir! 軍長! 人來了 我們這兒最新情報 美軍向雲山方向集結了 白山葉這老狐狸已經向美國人求救了 聽著 你帶領你團以最快速度趕往龍情洞 在那裡射服大員堅決頂住美軍 不能讓美軍趕到雲山 這次咱們白天行軍啊 就是要大白天行軍 就是要大白天行軍 要拿南朝鮮第一師下酒 不能讓美軍老 現在咱們就說的 是 警察 我沒想到你這麼快的 我們是第一項穩囊 我們這是第一項穩囱 不然你也第一項穩囊 請 Ogamag 我們將於中國一個共產軍 我必須去善 不是北韩軍 而是中國共產黨 一個軍隊 從20多年來未斷戰 當然 金苗孫是我們唯一的敵人 跟幾個國際軍隊的分別 現在可以跟黑人打敗嗎 好 我看它 散步的侦领 我看它 散步的仲敞 他们生命的生命 来到这个位置 他们的目标是这里 他们的图备 他们的想要解放 供弃派的安装? 后来的金刚逊 是他的悲惑吗? 他想捡到我们的图备 要保持一旦的 她们现在在死亡的 我從來沒想到他們有的股 8号隊的保護 我請你採取你的軍隊立即避凍避敗 共產生的方法 確保你的道路由 Ryonghundong到雲山是清理的 這道路有問題 為何我們的艦人返 敗的方法一定會倒閉 因為他們不是害怕的 他們不會那麼容易負傷他們 但我也相信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步 现在你走 后来他们的外出 继续向南方 去讨论和8号组 在雲山 是 总统 军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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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人 在明天上 我认为 现在是时候 把这些人解决了 走 在门中 把这些人解决了 这些人解决了 最后准备了 一切死人 这些人解决了 最后还放了 最后还把这些人解决了 从来 好吧 才不够 这样 这些人解决了 这些人解决了 怎么办 这些人解决了 好 这些人解决了 有个人解决了 是 这些人解决了 似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